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马大姐 今天我们来做一期2023职场休闲必入的五件单品 因为我们在职场穿搭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或者就是单调 穿起来毫无生机 但是今年2023随着各种元素的大爆炸 那在职场和休闲穿搭中 尤其是对我们轻熟女小姐妹 多少可玩的元素就多了许多 五件单品让我们轻松优雅 复古而又减零 那感兴趣的小姐妹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一说到职场穿搭 不得不说的就是职场套装 因为他们是自带的那种法式优雅而又贵气 所以第一套展示的呢 就是这样一个浅绿色的西装套裙 它是有两件套 你看穿起来是不是非常的优雅百搭 特别具有时尚优雅的通勤系列 而且这种治愈性的绿白色呀 也真的很显白 这个裙子的设计呢 是这种直筒的版型 所以它的包容性就特别的好 能够藏起我们的小肚子 而且两件套啊分开搭配 也能做到一一多穿 相当于我们购入了三套的穿搭 那我们这里先来看这件裙子 它是一个这样的比较经典的威领 是一个直筒裙 虽然是没有袖子设计 但是肩带的剪裁比较适中 再加上这个小威领呢 不会显出我们手臂的坠肉 反而还能遮腹乳 这下也是相当的有冗余 再加上这个小威领的设计 穿上之后还有这么一种娴瘦的感觉 裙子的两侧呢 还有两个小口袋 非常贴心 可以放我们的公卡呀 或者是手机 也完全没有问题 最主要的是 在裙子的下摆加入了这种白褶 很宽的褶裙的设计 瞬间就让这个裙子既优雅 而又有这种年轻的元素 又时尚了很多 这套裙子呢 又带了一个很好看的 这样的一个领带 可以做点缀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做发带 所以在这里呢 用这个裙子再加上这个领带 就能各出更好的细节展示 让整个穿搭呢 又年轻又有气质 搭配同款外套 瞬间是不是一下就变得贵气很多 它也是这种很显白的淡绿色 然后它的版型呢 是这种休闲款式 小西装的领子 八分袖 长侧呢有两个小口袋 是真的口袋哦 于是呢就增加了它的功能性 虽然是真的口袋 但是它的贴合性是非常的好 袖子上呢有三颗这种 简单的扭扣 让整体的穿搭没有花哨感 一切都是从姐 一切又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搭配起来微微露出的裙摆 长度正好 打破了西装套装 搭配的那种固有单调感 然后裙子呢 到膝盖以上的长度 也刚刚好能够露出 我们比较纤细的小腿 就会显得更显瘦 这个丝带啊 系起来 正好落在了我们腰线以上的位置 就给人做出了一个分割线 让整体看着呢更显高 像我这种大大咧咧的北方女子的性格 穿上了都会莫名的显得有一些 不争不抢 说话呢刻意之间都会变得柔顺很多 淡雅宁静的那份优雅 我也没想到今天穿上这件衣服 就能让我实现了 然后我这里搭配的是一双平底的乐服鞋 还有这个复古的小包包 主要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裙子在我55公斤 166身高穿上的一个真实长度 我这里选择的是它的M号 就是一个中号 那你看裙子的长度呢 刚好到膝盖以上 搭配上一个这样比较精致的小墨镜 是不是就一个妥妥的职场的淑女范儿 那刚好呢 我也有一个这样绿色的尖头鞋 所以在整体穿搭上呢 就会变得色调和谐 穿起来呢就是更有这么一种 温柔而又优雅的感觉 可能是一个复古的条纹衫 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 它的搭配性真的超级的强 小细节感做的也是让人很有惊喜 黑色和白色的宽度呢恰到好处 所以让整体穿上呢完全不会显胖 然后它的面质啊 是属于加上80%的羊绒 很有厚度 穿上之后呢就非常的有质感 整体的剪裁是刚刚好 黑白显瘦而又优雅 再加上它是小相风的版型 就很轻松的能够打造出一个黄金的比例 第一眼看就非常的相中 因为它特别具有男法的那种贵族气势 尤其是它这个小圆领 微微的这个弧形的小圆领呢 我这里搭配的是一个珍珠项链 就是很优雅很贵气 既可以休闲又可以职场穿搭 80%的羊毛材质呢 也让这件衣服适用性比较高 一年之中呢可以适合多过季节 比如说秋冬我们可以做内搭 保暖又舒服 春夏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呢 也可以当小外套 就是既优雅又欲寒 然后横条纹 黑白之间你看它这个粗细刚刚好 然后在肩部的线条非常的利落 很容易做出一个直角尖的效果 下半身呢还有两个这样的小口袋 但是它是假的放不了什么东西 但是整个版型呢就会做的很有设计感 袖口设计啊也是这种很实用的小钩花 小细节完全不输给奢侈品大牌 尤其是它前面的纽扣我要重点推荐一下 你看它这是金属感非常强的 非常精致的纽扣 这种挂钩设计就完美的解决了 我们系扣子的时候 总会担心这个纽扣系久了会掉的这个缺点 它这款呢长度比较适中 可以搭配裙子裤子和短裤 那我这里搭配了刚才的裙子 再配上一个黑色的乐伏许 瞬间是不是减零了很多 然后像这种经典的格纹衫一定要尝试搭配牛仔裤 搭配起来就是那种复古的法师优雅 然后我们也可以搭配这种西装短裤 要注意这里鞋子一定要换一下 否则就会显得有一点头重脚轻 那我这里搭配的呢 是同样是黑白相间的这个圆头鞋 又是这种比较复古的款式 所以整体搭配呢 我觉得实用性很高 经典舒服 穿起来呢又不会特别刻板 这是我自己平时上班的时候 最喜欢的一套穿搭 最后在春夏穿搭中 虽然我们的单品选择好了 但是一些小配饰啊 也千万不要忘记 因为它会让我们的穿搭 瞬间就会变得精致 又时髦很多 而现在呢 但是母亲节快到了 所以有很多的单品 很多的品牌都在打折 所以大家不要错这个机会 那穿搭呢 是这种比较贵气的连衣裙 然后它是属于丝绸材质的 像这种连衣裙呢 它是富含蛋白纤维 就是氨基酸比较高 穿起来呢 透气性和轻浮感 柔顺性都非常的高 然后你看它的身上 还有这种海地小熊的印花 就超级的可爱 所以这款呢 我也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它的另外一个功能呢 就是职场休闲 可以摆电穿搭 纯天然蛋白纤维 然后它是整个上身呢 是黑色打底 印上这种可爱的小方领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小扣子 如果我们不想露出领口呢 可以把它系上 就像模特图片一样 短头发的小姐妹呢 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它这个裙摆啊 是这种稍稍的 有一点点小A字的裙子 很显瘦 长度呢 又很适中 袖子是这种六分袖 刚好过过我们胳膊肘 然后它的肩上呢 是这种很可爱的蓬蓬袖 穿起来呢 特别的舒服 如果这个裙子 用一个词就是舒服 用两个词就是舒服百搭 用三个词呢 就是可以偷懒 用舒服百搭的职场通勤裙 还有这个裙子另外一种穿法呢 就是它还配了一个 同样有这种黑地小熊印花的一个腰带 这就给了我们另外一种穿搭的可能 我们可以把它系在腰上 然后露出腰风 记住我们这个抽准啊 最好把它放到前面和后面 这样能够或多或少的遮挡我们的小肚男 那穿上之后呢 瞬间身材比例 是不是就变好很多 它们这两种穿搭呢 没有数好数坏 我个人觉得第一种轻轻松松放下来 比较适合一个休闲的优雅穿搭 但把它系上腰带做出腰身呢 就能更适合于职场 就是比较正式的场合 露出腰身呢 也会在整体穿搭中呢 显得更年轻 两种穿搭唯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在鞋子的切换上 因为呢 两种穿搭走的风格不一样 所以在鞋子的选择上呢 小姐妹可能大家需要跟我一样 就是换一个不同的鞋子 比如说这里呢 我用了一个源头的 也是这种黑白鞋 又优雅又随意 第四个 这款飘逸的长裙 是不是满满的度假风 它是这种16亩米 就是印花裙 然后也是这种真丝的触感 所以穿起来呢 就非常的舒服 透气性很好 那究竟什么是这种 亩米真丝呢 它其实呢 是一种高级的人造丝之物 但是呢 虽然是人造丝 却是公认的认为 比真丝更好 因为它的加工更环保 它是由这种再生的 木浆纤维 然后通过特殊的工艺 加工制成 所以它不是动物的丝绸 穆米真丝的特点呢 就是柔软 光滑 透气性和吸湿性 特别好 同时呢 它还具有较高的强度和耐性 一些高奢的服装品牌 它们都被用来做服装啊 内衣啊 还有床上用品 也正是因为它们舒服的 轻肤性和它优雅的外观 推荐它 除了它的材质很环保 还有就是它很轻肤 你看它穿起来 整个剪裁 是不是就是满满的女神范儿 然后长裙设计呢 就是更有一种度假风 裙子里面 因为加了这个内衬嘛 在膝盖之上 就比较凉爽 大家也不用担心 它会有跑光的风险 虽然是无袖的设计 但是肩带同样是宽度足够大 就不会嫌胖 更不会露出妇乳 然后前面的设计 还有两个这种飘逸的袋子 就让这条裙子呢 搭配性比较多 我这里呢 做了三种搭配 第一种呢 就是这样交叉做起来 好像是一个小上衣一样 特别的娴瘦 第二种呢 是把这个两个袋子啊 轻轻松松的打一个蝴蝶结 你看穿上之后 是不是有一种 就是堂装的感觉 第三种呢 就是更简单了 只要打袋子啊 交叉剂上 放在我们想要遮挡的一些 比如说肚男的地方 再或者呢 提高腰线 就会显高又显瘦 还有就是这个裙子 它虽然是一个印花裙 但是跟传统的那种 大红大绿的印花裙 完全不同 它是可以穿去职场 做的高级感的穿搭 它是这种比较素色的 绿色的小印花 然后搭配我刚才的那一件 绿色的西装外套 穿上之后 是不是有这么一种 日系的复古女神发 比较优雅 特别能凸显出 我们东方女孩子的 这种含蓄美 下一个介绍的是一个 小威领的复古感的 它是属于这种 牛奶丝断面面料 然后所以它的特点呢 就是这种 你看流动性特别好 光泽感也比较棒 垂坠感又舒畅 里面带内衬 小威领呢 完全不会有跑光的风险 腰身是属于这种 交叉设计 就会显高又显瘦 黑白的小印花呢 半袖设计 可以担心 露肉的小姐妹呢 这种半袖的设计 更时尚 而且这种裙子呢 真的是巴黎街拍 常见的复古小裙 那在搭配上呢 我用了这个 一双红色的小朴鞋 就是故意做出一个 法式的复古优雅穿搭 尤其是适合于 梨形身材 因为它的上身设计呢 在比较偏高的地方 加入了这种交叉的腰线 这样会让我们 有一些壮硕的下半身呢 完全的隐藏起来 那整体看到呢 就是我们上半身 再加上这个小微领 凸显出比较鲜瘦的地方 啊对了 你看这个小微领 它还是有一个小特点 就是它上面 有一个小按扣 那我们可以通过 系上按扣 或者是解开按扣 轻松的调节 我们这个微领的长度 这样呢 对于不同身形 不同胸形的姐妹 它的适用性就更高 当然最后呢 我们也可以搭配 刚才的那件绿色的西装 这件绿色的西装 真的是太百搭了 穿上之后呢 也是这种复古的优雅方 加上一个小瓢鞋 拎上一个公文包 真的就是职场 必备穿搭 每天早晨 真的不需要再去寻找衣服呀 做上下身搭配呀 只要这样一个连衣裙 和一个西装小外套 我们就可以轻松出门 可以优雅时尚一整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推荐的这五套穿搭呢 我觉得它的适用性真的很强 比较适合于像我们 40家亲属女的小姐妹 避免黑白灰这种单调的颜色 稍微加上一些 显白的这种绿色 或者是这种真丝材质 垂垂感比较好 但是有这种 嗨地很小很小的 黄色小熊的印花 就会让我们的整体穿搭呢 既优雅随性 又能做到有细节而简明 所以感兴趣的小姐妹 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那最后呢 我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对大家多少有点小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